最近天气实在太热了 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今天我就用这款紫磷子来包一款特别好喝的汤 很多人会觉得磷子包出来的汤比较苦 其实磷子它分为两大类 像我这一种是紫磷子 它包出来的汤一点都不苦 有点甘甜甘甜的味道 还有一种赤磷子 它表面的颜色有点赤红色 那款包出来就比较苦 但是我们包的时候不要放太多 也不会特别苦的 具体的味道还是要看个人喜欢 晒干的磷子呢它特别硬 我们这样子切不开 用开水呢给它浸泡一下 泡软了之后再来切 顺便呢我再泡一把黑豆 磷子太轻了 泡不到又碗给它压着 大概泡个十几二十分钟 这个时候呢我们来洗一些骨头 我今天用的是脊骨 也可以用扇骨或者排骨 切好了冷水下锅超去血水 加入姜片跟料酒去腥 用大火煮开 煮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用筷子抖动一下骨头 可以让它快速渗出血水 骨头焯好了之后呢我们再给它清洗干净 剪好了放到砂锅里 泡软的磷子呢我们给它清洗一下 然后剪成小段 磷子剪好了放到砂锅里 还有泡好的黑豆再来一些档生跟桂圆 加入适量清水 大火煮开等小火煮90分钟 小火煮了90分钟 我们的磷子黑豆汤终于煮好了 来加一把枸杞 再调一下味就可以喝了 这款汤呢它包出来的汤色呢是这种比较红亮的颜色 口感干姜 这是一款四季汤水 男女老少都合适的哦 肠色呢还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 喜欢的朋友赶紧收藏起来试一下吧 我是小坏 喜欢我的视频记得关注我哦 我们下期再见